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的一个预告片 当然今天呢还有一部 很棒的一部网剧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这一部题材非常新颖的 有穿越对不对 然后呢穿完以后 男的究竟是女的 女的还是男的 傻傻分不清楚的 让各位来一睹为快一下 太子妃生殖记 来 请看 我能够对我来看 你对我来看 不过 我可以看 这一部题材料 你对我来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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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他妈竟然七上给上了 这是太残酷了 好棒 我都可以 九哥他乃当朝第一美男子 要模样有模样 我受不了了 要身材有身材 对我柔情似水 妹妹的兴起 果然是名不虚传 我他妈想泡你 就算他把我当成亲爹 也动了不了我要灭了他的局限 下头鲁西文 朕要踏平北墨 有杀冲我来 他妈妈 BGM 三个字 好香艳 很棒啊 马上有请 太子飞升职记的各位主创 来 有请 由我们的甘总代队 他们是导演 吕浩吉吉 张天爱 余萌龙 圣依伦 郭俊成 还有江麒麟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甘飞 来 我们就依次介绍一下吧 好的 大家好 我是坚持甘飞 好 大家好 我是云蒙龙 在太子飞升职记里饰演的角色叫九王 大家好 我是郭俊晨 大家好 我是盛依伦 在剧中饰演齐盛一曲 大家好 我是太子飞 张天爱 大家好 我是这个系的导演吕浩吉吉 大家好 我是江麒麟饰演赵王 谢谢 好嘞 我们这个一众展示以后 就颜值特别高 而且呢 我刚刚仔细地端详和打量了一下 就除张麒麟之外 旁边都男生女相哦 对啊 是特别的装扮吗 这样的是 没有 其实今天刚刚他们出场的那个贴台秀是戏里的样子 嗯 然后现在又去倒了个妆 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剧里边还有暗藏玄机 就是到底我们这里边的是都是男的呢 还是都是女的呢 需要大家到时候在戏里边看 因为我们这个小说是当时在网络小说非常火的 是一个穿越剧 所以这个穿越就是穿越的彻底是吧 不但年代穿越 连性别都顺便穿越一下 对啊 是 那我们让那个导演是 今天看举拐上来 对 今天导演是什么 导演是在拍戏的时候 导演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年轻导演 以前也是小鲜肉 现在也是小鲜肉 然后导演在那个拍戏的同时 太认真了 他基本上自己长肌 然后就往前跑 腿就就是因功复伤 没有那个甘总那个抬举我了 我现在已经是老拉肉了 所以这个应该算工商对不对 对 买保险了吧 保险 那个V总保险买 回头补上 回头补 回头补 大家做这啊 对 所以那是不是我们这个考虑一下导演的这个 目前这个状况 有没有一张凳子之类的 我们让导演可以稍微坐一下吧 没关系 因为我刚才在下面坐了太久了 站着其实还挺舒服的 好嘞 你坚持 好 那导演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你的这个班底同时呢 给我们大概来讲解一下 这个故事好不好 我们这个故事呢 是等于一个现代的一个 很帅的一个花花公子 他在被他的三个女朋友追打的过程中呢 无意掉到游泳池 然后就昏迷以后 等他醒来以后 他就变成了一个女人 而且是一个古代的太子妃 但他的心理和思维还是一个现代人 还是一个男人 他呢就特别接受不了自己变成一个女人 然后他就想尽各种办法自杀 但是呢 他没有自杀成呢 他就安于现状 就停在那个古代的地方 要生存下来 但是他还是一个男人的心理 他见到所有的妃子 还有他的妃子